由白金工作室所打造的動作遊戲系列新作《Beyomita 3》 本週五 10 月 28 日正式在 Switch 平台發售了 但在發售前的宣傳影片中 玩家們卻意外發現到 欸 貝姐的聲音怎麼不一樣啦 還爆出原生由 Helena Tyler 與白金工作室的備用糾葛 讓遊戲在上市前就有著不小的風波 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 事件起因發生在 10 月初 白金工作室在接受專訪時表示 因為各種原因原本的聲優 Helena Tyler 不會在遊戲中出演 而他們重新試鏡後選用的聲優 Jennifer Hale 表現超乎想像的優秀 由於 Jennifer Hale 的配音資歷也相對豐富 粉絲們雖然覺得有點可惜 但沒有太大的反應 在 10 月 15 日 Helena Tyler 在推特發文表示 其實她也有試鏡《Beyomita 3》 但製作人神谷英樹和白金工作室 只願意給她 4000 美元的配音報酬 她聲稱這個費用非常羞辱人 並要求玩家們一起抵制這款新作 此話一出立刻引起軒然大波 底特律變人的聲優也發文力挺 並湧入大量踏伐白金工作室和製作人的聲浪 而神谷英樹一向在自己的推特上都是有話直說 個性十分嗆辣 她在得知原生優發言後便發推文回應 我現在只能說對虛偽的態度感到悲傷和可悲 這推文果然引爆社群熱烈討論 她的推特賬號還被ban了整整一天 有趣的是原本是一個踏訪無良資方的話題 竟然隨著越來越多的證據浮現而開始急速翻轉 事件爆發幾天後 紅博社記者Jason Shrier 發了一篇報導 根據兩名消息人士的情報 其實白金工作室一開始是要打算繼續聘請原生優配音的 而且開出的價格是單次四小時配音要價三到四千美元 配音環節則分為五節 所以總報酬費用至少會超過一萬五千美元 這已經超過了現行市價至少三成 然而Helena Tyler 的開價是要求六位數的報酬費用 甚至還要求遊戲販售的分紅 因此協商破局 白金才會另尋他人配音 雖然報導中沒有黑紙白字的文件佐證 袁聲優也否認這項消息 但根據該記者過往報導可信度相當高 以及信氏淡淡宣稱親眼看過一萬五千美元報價的文件 使得社群的風向開始轉變 但Helena Tyler 依舊持續否認 跟BGC 的媒體表示 一萬五千美元的說法絕對是個謊言 A 結果沒想到隔了幾天說法就變了 Helena Tyler 最新的說法 雖然持續否認有一萬五千美元報價 但也承認 一開始白金工作室給的報價是一萬美元 在他寫信給神谷後 神谷就額外加碼五千美元 其實相加起來總報價就跟彭博社記者說的一樣 Helena Tyler 也承認在貝姐的配音破局後 白金願意給他另外一名角色 並開價四千美元的費用報酬 這急轉彎的貼文一出等於大大打臉了自己前一周的說法 使得原本發文立品的同業人士紛紛刪推文 準備下車 發生這樣的事件非常不利於宣傳 但或許受限於NDA和其他法律問題 白金工作室和熱天堂都沒有正面回應 原生優的任何說法 真實的情況到底是如何 只能說公道自在人心 就請各位自行判斷囉 玩家們你的看法是什麼呢 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討論 子羊 有 有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